《唐人街》 孙中山虽然死了这么多年 但到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去崇拜他 就在今年的新年年三十晚 在南京新街口的广场有个孙中山的石像 当时一踏入2023年那一刻 四面八方的人潮 就像万马奔腾那样 涌到孙中山的石像 这么夸张 你也不知道当时那个情景 当那些民众一起放气球 升起来的时候 整个天空七彩缤纷 非常壮观 看到也很触动 民众还很兴奋 但有些公安就冲去捉人 准备抓人上车 谁知道那些人群越来越多 反而还将那些公安包围着 还大声喊 你凭什么捉人 我们现在庆祝新年 又没有犯法 由于人多世众 那些公安就好像夹心饼 被民众劫掌中间 直接就好像跟公安准备开片那样 公安见到势头不对 就拉队走人了 所以民众就得到经验 那些恶景欺软怕硬 我们人多世众 他走迟些 命都没了 所以说 自由是靠自己争取回来的 没错了 你看之前的白纸运动 就迫使大陆政府 由原来的清零政策 改变为全面开放 喂 不止南京这些人这么威衰 最近河南省又发生了一件事 民众上街要求 我们过年的时候 要可以烧炮掌 烧烟花 哎 怎样在网上都拍出来 民众都不知多兴奋 将整架警车反转 还将他的车牌拆出来 跳上警车顶 又跳又唱 有些网民就说了 不要理他那么多 一如就跟他死过 反正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今天就不知明日是 多大都做回一些自己喜欢的事 你鬼得他说秋后算账 有预言就说共产党倒的 分分钟共产党被人秋后算账 老实说 大陆的人都被政府找了几年 今年出来烧烟花也不是太过 要不要管得那么紧 你想想 中国人几千年来 年年过年都会烧烟花炮掌 找藉口控制老百姓 老实说 人就应该要把握时间开心的 正所谓笑一笑十年笑 马长官 其实这几年 全球真正来说 那些人都没有真正开心过 现在又发现有新的变种病毒 特别大陆那边 他烧丝都烧不及 药又没有 那不如号召那些人 全部都让了 让了日后就有抵抗力 分明这些就是找老臣了 每天都有这些报道 真是出街都很害怕的 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 一中招就很难搞的了 因为身体里面的基建都老化了 二汶姐 你们真是有所不知了 有些人真是很长命的 特别是中南海那些国家领导人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么长命呢 就算他们老到腔腔腔腎 都不会死字的 总而言之人老机器就老 没得谈的 现在最主要是他们会换零件的 他们着屁换的 哪里不行就换哪里 身干脾肺神 屁股都有得换 我以前看过一个报道 就说江泽民很多年以前 已经百病前身了 想不到他刚刚才死 照这样看来 他肯定也是换零件 听说江泽民 就是换器官的 还要拿些年轻的 这头汤人 那头就摆进去了 总而言之不对就换到对 有些人说不信 真是珍珠都没那么真 有时难为人不信 因为这些事太过残忍了 渴生汤人 而且这些事确实是很难得到证据的 因为做这些手术 全部是秘密进行的 江泽民死的时候 没有可能公布他做到多少次 器官移植 但是最近死了一个 是原来的中国文化部的副部长 他的名字就叫做高占祥 你知道这些大人物一死的时候 都要在报纸上登出一个报告 报告里面还引用了他本人说的话 他说我身上的零件都不是我本人的了 他的报告一出引起全中国的网民非常震惊 大家都追问他的器官从哪里而来 有一个大陆的不愿透露性命的医生说 如果要将一个人的身体里面的所有器官都换一次 就起码要用九十几个器官才搞定 因为有些器官要多次换的 比如说神藏换了之后 可能两三年又要换一次 这个高占祥延长了二十几年 你想想他换了多少次神藏 如果要换大长小长 直长结长 如果这些器官都从那些活体摘取的话 就要杀死九十几个人才够他用 其实大陆活摘器官已经几十年了 当年就是捉了很多法轮功学员 进去就是给他们活摘器官 谁知道法轮功学员 现在大陆很多中学生失踪 很多都是被人活摘了器官的 据统计 大陆每年失踪人口就超过一百万了 现在全世界的人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 一月八号大陆就通关 大陆那些游客到处去的 真是一个不小心就弄到全球有事大瘟疫 有新闻话 大陆空姐帮大陆那些人 在填写表格的时候 就帮旅客做假 现在澳洲七号电视台 就公布了一个新闻 就说澳洲政府决定 在1月5号 它将会重新启动 以前那种入境的严格染疫制度 因为发现了很多 从中国出境那些人的健康证明 很多都是造假的 现在澳洲政府正在进行着 将所有入境航班 废水检测措施 什么叫废水检测 即是飞机上洗手间的污脏水 拿去特别检测 就可以知道 这个飞机有没有可能带着新的变种病毒入境 例如好像HBV或者BQ.1或者HBV1.5 现在很多变种病毒 哇 这么多种病毒 真是防不性防 尹文姐 你定啦 我保证你没事 好人没那么容易中招的 我说一件坚了你听吧 在明朝的时候 有个女人 个个人都认为她是好媳妇来的啦 从江西省嫁到河南省的常菜园 她很孝顺家公家婆 而且相夫教子言良淑德 有一年她回外家探亲 她回到江西之后 她自己的夫家河南省这边就出现瘟疫 她外家这些人就叫她没走啦 因为你回到去很容易惹到瘟疫的 你不如留在家里 不要回去了 但是这个好媳妇就说 那里有我的丈夫、子女、家公、家婆 我应该回去照顾他们 就算死都要和我自己的家人一起 她回到夫家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 她入门的时候竟然听到有鬼在说话 她只是听到四句话 第一句 喂 那个女人回来了 第二句 这个人很正直 第三句 我们走了 第四句 我们回去稳告 这个女人听到之后 都不知道那些鬼说什么 入门之后大吃一惊 原来她的家人都病到躺下了 她就什么都不管 很细心的照顾家里每一个人 还求神保佑 她一家平平安安 最奇就是 她一家人都演了疫 她本人就一点都没有感染到 后来全家人都恢复了健康了 因为那场大瘟疫 村里面都死了很多人 但是他们全家平安无时 于是他们想起 在门口上听到鬼所说的几句话 是什么意思了 我明白什么意思了 本来那几只鬼可能是黑白无常 来拿命的 但是见到这个女人 心比又好 人又正直 所以就回去启品 闫罗王 放过去一家 我想这个女人可能不修道 以在道中 所以人家都说了 一人得道 狗犬升天 还有一样 你们留下说的 这几个鬼说 这个女人很正 什么意思呢 就是她太正了 所以我们的鬼 迈不了身 所以说一正压百邪 你听过没有 就是这个意思了 而且她正到什么程度 还可以避任她的家人 所以做人最重要是正 说起来 大陆有一家保险公司 是认真不够正的 很多人去买保险 就是因为有时 如果有什么三长富短 都有多少保障 所以保险公司 就有一种保险 你一旦遇到新冠肺炎的话 就有得赔了 喂 那谁人都买了 因为这个病毒 那么容易感染 随时会中招的 真的有事的时候 可以拿回一笔钱 不过现在没得赔了 因为她现在政府宣布 把新冠肺炎 改名叫做新冠感染 喂 其实一样东西来的 不过改了名 这样也不赔 这就叫做足智室 因为后面那两个字不同了 于是乎保险公司就说 肺炎就很严重的 随时会没命 但是感染呢 只不过是感冒性质 性质不同 所以没得赔 是这样先 所以经验教训 买保险 真是打醒十二分精神 还有 她那些小小的字里面 就是有料到的了 所以逢是买保险 最好就找个 适行情的人 看得清清楚楚 有时一句说话 可以两个解释的 因为人心不正 以前的人就牙齿当今世 现在发誓当吃生菜 那就明晒了 唐人家粤语见闻 共产党随时被秋后算账 节目是由乙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 请点赞和订阅 多谢大家的支持